北京的五道口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这里和云集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原学院地质学院 这回我回来呢发现这边的街道上长胖的因素太多了 有烘焙店,然后有美国的这几个著名的快餐 都是各个大学生常吃的地方 那么这边还增加了各种的灌饼 各种形式的饼、包子 凡是跟面食有关的这边全都有 那么大家只要知道北京人是全国最胖的人群 那么这边的大学生如果从这么年轻就开始吃 可想而知的未来会是怎么样 甘果章是我在这边发现比较健康的一家店 但它也有在卖冰糖葫芦 但是它的坚果是健康的 那么这边我这回回北京呢发现 有很多很多新开的烘焙店 一家挨着一家 生意最好的就是这家五道口 枣高 永远有人排队 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现在走得不到100米 前面又发现了几家新开的烘焙店 奶茶店 还有各种名目的甜点 比如冰激凌店 一家挨着一家 如果你想吃得很健康 甚至说吃生酮饮食啊 基本上有点不可能 我不知道啊 就是在国内的朋友 你们怎么看 你家周边是不是都有这些甜点店 烘焙店和快餐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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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